请问功德在天上是不是有具体的形象 是不是有专门的机构在管理 如果一个人功德太大了 是不是他在人间还在世的时候 他在天上已经有果位了 请师父开始一下 一般的来讲 如果在人间 比方说这朵莲花给他摘上去了 他天上过去没果位了 但是他在人间已经太像菩萨了 那他这朵莲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他慢慢就会上品的 就是上品位了 上品位的话就是上等上品上等中品啊 就是专门天上 他天上这个东西呢 当然是有菩萨管的 但是问题呢 菩萨不用不着管 他全部是自动化 就是按照人间讲叫自动化管理 自动化管理 你只要到了做了这件事情 你马上就自动的就接上一朵 更高级的莲花 长出个花瓣出来 就是这样的 你接着莲花越开越大 对不对 哦 他是这个概念 比方说你在人间做了很多很多功德 你这朵莲花开得跟菩萨一样了 那你已经到了菩萨果位了呀 明白了吧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就是说刚才问那个 功德不是在天上有专门在 机构在管理吗 我们在人间所做的 不是叫不叫机构 他就是菩萨看住就可以了 菩萨看住的有的 专门看功德的 你比方说师父在天上 如果我自己做什么什么 人间做什么功德 我是一个红本子 一个很大的红本子 这么红本子可以翻的 这个翻出来里边的都是师父的功德在人间的 像很多人的本子呢 好的坏的都有呢 他就积在地府里面 他是地府管的 就是不同的部门管不同的人的 明白了吗 比如说你是一个部级单位 派到县里边去做考察 做什么事情的 那你的所有的工资待遇 还是在部里拿的 因为你的关系都在部里嘛 听得懂吗 然后你做了很多好事 把这个县里脱平了 那你在部里 他给你寄上好的 说明你工作做得很好 并不是说县里边县长给你寄的 听得懂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这边开始 谢谢